今天我们来看一款当年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神迹 它就是2009年发布的手机诺基亚5630Xpress Music 外包装是诺基亚Xpress Music系列的一贯红黑配色风格 首先是欧版的手机充电器 这是极为先进的可拆卸式电池 这是手机的数据连接线 这是极为先进的带线控的3.5毫米接口耳机 还赠送了硅胶耳包 这是买手机赠送的SD存储卡 这是赠送的手机保护包 因为那个年代还不流行手机保护壳 这是手机的驱动光盘 手机内置了诺基亚MDA平台 这是平台的游戏宣传页 这是手机的使用说明书 这就是诺基亚5630Xpress Music的本体 采用简约的纸板设计红黑双色机身 机身重量仅仅83克 机身厚度12毫米 背面的设计比较简约 做了防滑处理 咱们打开后盖 放上电池 开机看一下吧 熟悉的开机声音 是否让你回忆起那个5元30兆流量 一个月都用不完的年代 诺基亚5630X搭载了赛版S60B3系统 可用MicroSD卡最大扩展至16GB 在那个年代S60B3智能机是很多人的选择 影像方面后知搭载了一颗320万像素的摄像头 可惜的是没有卡尔蔡斯认证的价值 拍照模式还挺多的 成像效果还可以 支持数码变焦 不支持自动对焦 这就是诺基亚5630Xpress Music 你用过吗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留言讨论